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潘忠江教授在1991年至2008年出任李大行长 18年来为李大创下不少李情碑 例如1994年他带领李大取得大学学位 开展了李大历史新的一页 潘教授在任期间 已经鼓励将李大科研转化式应用 当时已经在国际发明展上多次获奖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潘教授 回到李大校园 和我们分享他出任李大校长期间的奖定 以及对李大未来发展的愿景 谢谢潘教授 谢谢 潘教授由1991年担任香港理工学院院长 1994年成为理工大学校长 直至2008年退休 理工学院成为理工大学 是一项很重大的改变 请问潘教授成为校长之后 你感到最逼切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多谢阿姐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 我很高兴 有机会参与这种转变的历程 当时大家想到 理工大学要有出人投地的地方 一定跟当时传统的沙关大学 竞争 很难竞争 所以一定走出自己独特的路线才行 我们决定是走应用型的大学 跟他们没有抵触 亦是相互相成的 第一点 既然做了应用型大学 一定要增加和社会的关系等等 以及思维构思 不要太传统扮乐模式 要创新 我当时想想 你怎样做好呢 第一点 尝试检讨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改进的 因为以前的学院 传统模式是比较传统式 和比较守旧式 不是开放式 但我自己作为校长 一生都是同学大学教育 传统来说 所有副校长都是教授升上来的 所以教授有一个看法 是比较保守 稳阵 对商界社会不太熟悉 所以我知道 如果用我来带领 可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决定一定要邀请个人 能够填帮我这方面的不足 我本来说 我刻意邀请一位 在社会经验丰富 有企业管理经验等等的人 你辅助我做这件事 作为副校长 作为副校长 这个创举是没有试过的 因为所有副校长都升上来的 当时我请了曾慶忠先生 大家都会认识的 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如何将校内全面的检讨 如何改进它 改善它呢 第二要做 既然我们变成一个应用大学 要重视哪些科目呢 有两类科目 一类是理大非常成功的工程 工商管理是很成功的 我们就鼓励了 我们要大力支持这两个领域 给多自然 鼓励它做多些应用科研 但同时要发展新的领域 新的领域 为什麽呢 有新的领域 其他大学未必会做 也不重视 但我们做的时候 是更容易出人头地 因为不是经济问题 和长远需要 我当时定了四个领域 一个就是酒店管理 很特别 因为酒店管理当时没有太多人重视 但我看到 当时香港已决定回归 中国大陆一定发展 如果我们提供一个 有中西合逼的酒店管理模式 很适合中国大陆的需要 所以一定要加强酒店管理 第二个领域就是设计 设计主要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产品设计 一方面就是服装设计 也很成功 因为中国大陆 以前做的工业 就是内部加工 做人家的品牌 但长远一定要发展自己的品牌 要发展自己的品牌 一定要有设计师才可以 产品设计 所以我们培训这些人材 还有服装设计也出名 所以设计 第三个我发觉我们一定要做的 就是医疗服务 医生我们不会做 因为有港大中大 但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 好像物理治疗 时光学 护士等等 很重要的 既然我们重视这些东西 就给予多资源 发挥它的能力 第二个领域 我认为我们做得不错的 就是仿迹和制衣的学习 因为仿迹和制衣的学习 是做得很好 亦是很符合艾乐的需要 所以我强力 除了工程 工作管理之用 我们继续大力支持之外 要大力发展这四个领域 很快能够成功 但每一样都不容易 但我一定要强调支持它 所以到现在为止 大家看到 我们酒店管理做得非常成功 设计也不错 医疗服务也很好 也挺好 所以这两个东西 是我们主力当时 觉得一定要做 才能够将理大 出人头的 很简单 只要我们一个领域 比如我们管理 全世界都知道是好的 他自然听过理工打过的名字 只要是一样的出名 他就会认识你 就会知道你其他领域 因为一样东西都不错 但没有一样出人头的 没有人会认识你 全世界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拿一样东西 发展到全球都认识我们 现在就是酒店管理 潘教授在任期间 很热心在国内办学 除了在国内设立培训中心之外 也都和国内知名的大学 好像有中国人民大学 一起合办DBA课程 在国内培了不少的专才 为国家的发展出了分力 也都请潘教授分享一下 在当时在国内办学的理念 我自己有一个强烈的国家观念 既然香港决定回归 理工大学在1997年7月1日 当日决定每天升国旗 当时香港只有理工大学 是这样做的 当时有没有人反对 我不管反对 总之我觉得值得做 有两个表现 表现法 香港是属于中国 我们升国旗 区旗 有两个意义 第一 香港决定大学 是中国大学的一部分 亦是香港教育的一部分 既然我认同我们是中国大学的一分子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利用这些机会 和中国大陆的大学多力合作 也帮助中国大陆多方面的成长 当时的想法有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 很直接和中国大陆有代表成的学校 建立一些合作伙伴 首先和杭州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 西部大开发 我和西安交通大学 然后有南边有深圳 北边有北京 又有哈尔滚大学等等 合作什么模式 因为当时 早期的时候 大陆需要工商管理的货车比较多 所以我们和中国人民大学 建立一个工商管理的货车 大陆没有第一个 但当时中国大陆任何海外合作的课程 香港变成海外 一定要教育部批证 逐个批证 将香港的教师带入他们 有些是他们教的 我们教的 但最终是拿香港理工大学学位 最重要的是他们 真正我们学位 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 高商管博士课程 当时非常吸引力 因为第一个博士课程 所以大陆很多非常大企业的老众 比如说中国联通 都是我们学生来的 所以大陆很多很重要企业的老众 都是我们学生来的 所以我回到中国大陆很受欢迎 我们校长来 很开心 然后在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代表西部大开法 我和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一个 叫做培训中心 交通大学 理工大学的通理 通理的培训中心 一个成栋大厦 就安排很多的课程 比如说 食事课程 工商管理 有些专业课程 都很多 很多学生 在读书 是我们的毕业生 亦都在深圳 由他的分校 所以我们是第一批 香港的大学 进入中国大学 模式就是 这个课程 是我们的课程 他有部分是他的课程 有他的老师 有我的老师教 最终是拿理工大学 而学生 多数是当时 在大陆都很重要的 领导人物 这是第一个领域 第二个领域 我们想推动 就是科研合作 这是教书 科研合作 因为大陆很多科研领域 是很优秀的 例如一个例子 我理工大学 有一个老师 是专做火灾研究的 火灾 但是火灾 里面有一个 几层高的大厦 研究火灾法 我们哪有可能 在香港 但是中国科技大学 有一个教授 是做火灾研究的 他在大陆 地方大 建了一幢大厦 专专来教学用的 专来研究火灾的情况 火灾发生 应该如何处理 有很多问题 没有研究地方 你做不到 在他们建立了 火灾研究成员 现场 我们教授和人合作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很多其他合作的领域 我们比较优势 因为我理工大学的工业中心 是一个特色 即是如何将科技 变成应用 和工业界合作多些 是培训这些人和工业合作 这个模式非常突出 所以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大学 跟着我这个模式 搞教育中心 第一个合作的 就是在南京的东南大学 跟着我这个模式 搞教育中心 所以大陆很多中心 是将大学和外面工业界 一个桥梁模式 做他们认为所需要做的 产品设计 李大从事太空研究三十多年 早在九十年代 潘教授出任校长期间 李大工业中心的研究人员 及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 已经利用科研概念开发 太空瓷陷鉴 并且在2006年 和国家航天局 月球探测工程中心 签订结议 开展了李大之后 参与国家航太任务的历程 又和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会 这么早之前 参与国家航太服务 这种构赏 其实有两个因素 导致这个结果 第一个因素 是很偶然的 香港当时有一个牙医 牙医 中心和工程合作 可否将这个概念 变为太空鉴 结果 做了一套太空鉴 当时俄罗斯的太空总署 十分不错 用了太空鉴 在俄罗斯的太空鉴 是实际用的 第一次应用 就是在1995年 亦鼓励我们做多些事 慢慢我们再发展一种 叫南深取洋器 取洋本 这个得到欧洲太空总署的支持 他们有当时的可星计划 邀请我们参加 基于两个经验下 我们的恒心勃勃想做多些事 是的 我听也很兴奋 第二个原因 因为我个人和大陆 在航天的专家很熟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能够拉拢这些关系 李大厦医疗专科 和眼科士、光学院 和康复治疗科学系 的信誉都非常好 多年来 亦都为香港培育了不少的专财 在北京奥运期间 亦都为奥运建议 提供专专治疗服务 得到不少人鼓舞的赞赏 教授或者告诉我们 怎样可以结合 理大科研成果 更好地发挥这些学系的优势 更加可以回馈社会 2028奥运是一个很大的事 当时我和大陆人很熟 他知道我们有物理治疗学 因为他很强调 这个体操团体 结果拿了金牌 如何能够帮这些运动员 加强他们的能力 我们有一个队 就是物理治疗 康复治疗 一班人上北京探讨 我能够提供一些培训 加强他们的体能 整体成绩 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的体能 表达能力 肌肉能力的分析 如何能够避免一些不需要的创伤 治疗等 即是一连串的培训 当时大陆很多受我们帮助的 运动员 很有帮助 潘教授对于佛学也很有研究 经常推动正向思维 请潘教授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能够将正向思维应用在管理学上 一般大学有新的政策 多数是校长和副校长等等 研究之后 就推出来执行 但我发觉 推出来的时候 很多阻振 佛教强调任何东西 不要从一个角度看 应该多个角度看 这个中度才好 我发觉有任何新的政策 我先交给教证人协会代表 看一看 从教证人角度 怎样看这个问题 有问题我们缩阜了 又交给学生会 学生我们看一看 任何政策 是由老师执行对学生的 老师和学生的角度 我完全不知道 推出来 不一定是对的 老师和学生 根据这个政策 提供他们的意见 收回后 我再整理一下 应该执行改是改 不改就不改 综合了三方面意见之后 政策肯定更完善 更重要的是 老师和学生 觉得我尊重他们 很开心 肯接受 结果我推出的政策 比较顺畅很多 我虽然是领导 但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所以佛教说 不要执行任何一个角度 我中度是最理想的 如果只是从此角度 那便好 那便好 你从角度看 老师怎么看 学经是什么 你不知道 听他们的意见之后 综合之后 我们就不取两边 取中道 这个佛教教我做 今天非常多谢盘校长 香港理官大学85周年的主题是 情系理大共创非法 在一个这么重要的理程 请潘教授 用一句说话去勉励一下大家 我经常和学生分享 是怎么做人的 所以我用这句说话 好 唯学与做人 智慧与品德 提升与均衡 好 多谢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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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